男人要租一栋闹鬼的房子 为满足妻子的猎奇心理 但他对鬼魂一窍不通 于是找到中介老头 崔佛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妻子只住一个月的时间 乡下的空气对身体有好处 老头取出另一本相簿 这是离伦敦不远的肯比庄园 崔佛看中了旋转楼梯 老头指了指星型记号 这就代表房子闹鬼 还能挑选特定的位置 包括卧室鬼魂和大厅鬼魂 以及最常见的阁楼鬼魂 崔佛觉得有鬼就行 而肯比庄园是一个楼梯鬼 老头取出房子的租约 他会把肯比夫人的地址写上 想续约可以直接寄信过去 崔佛不由感到好奇 为什么对方不留着自己住 崔佛猜到那个鬼是谁 老头保证 虽然他变成鬼的时间不长 但在下人方面十分出色 崔佛不解什么意思 老头解释 肯比生心吝啬 经常做强买强卖的生意 而且又石骨不化 肯比夫人不可能住下去 此时夫妻俩提着行李入住 看着眼前的旋转楼梯 艾瑞斯难掩欣喜之情 可就在这时 一个刀片开始切割皮箱把手 崔佛却想着别的事情 这层是某位伯爵的房子 肯比做生意把他逼到破产 法院将一切都判给了他 但就在法院宣布的那天 怀有身孕的伯爵夫人 从台阶上摔下 人和孩子都没保住 伯爵在一年后 枪杀了肯比 他就变成了冤魂 不料就在这时 行李的把手突然断裂 皮箱禁止朝艾瑞斯砸去 幸好他躲闪及时 不然这一下子要半条老命 他一直有头晕的问题 崔佛急忙照顾器休息 等妻子睡着之后 他又接通情人的电话 想让崔佛过来陪自己 可他现在正在搬家 根本没时间过去优惠 安慰情人再等一段时间 他刚想走过去关窗 不料窗户又自己关上 显然是肯比在搞鬼 但崔佛并没有在意 只要等妻子死了 他一个月就能获得2000英镑 情人委屈巴巴地答应下来 可当他挂断电话时 一个男人递了一杯酒给他 这是楼上一变突生 艾瑞斯被什么东西拖向楼梯 崔佛急忙过来抱住妻子 认为这只是梦游而已 但艾瑞斯肯定有东西拖着自己 那双手异常冰冷 医生帮忙开了镇定剂 推断是新环境导致的过于兴奋 但情况不容乐观 如果头晕发生严重恶化 就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以目前的情况看 艾瑞斯已十日无多 最多还有八个月的生命 崔佛洋装露出难过的表情 心里却早乐开花了 随后急忙给情人打去电话 可却一直都没人接 艾瑞斯的房门缓缓打开 毛线球随之滚落到地上 他还想伸手去捡 毛线球却朝外面滚去 此时情人终于接通电话 崔佛连忙表示会信守承诺 让其再等几个月就好 可情人已经收拾好行李 并宣告这段感情终结 崔佛不由愣在原地 艾瑞斯本想捡起毛线球 意外看到丈夫站在楼下 崔佛失落地走上楼 他吓得连忙呼喊妻子 但艾瑞斯已经没了气息 也就是这时 崔佛听到一个男生 肯比渐渐显现本体 让他支付一笔账单 就是那轻轻一推的服务 可崔佛并不需要服务 但肯比早就看出来了 陡峭的楼梯 以及时日无多 他肯定是想要艾瑞斯死的 你不能够赶 只有2000个月 肯比农不得崔佛拒绝 他等不到艾瑞斯病死的那天 相信他知道自己的事迹 没有要倒钱不会罢休 这又是一次抢买抢卖 崔佛不由感到疑惑 她一个冤魂 要钱有什么用 肯比夫人有遗产很滋润 他其实和崔佛一样 不会违背对秦冤的承沫 说完便在诡异的笑声中消失 崔佛直接绷不住了 前世一分没分道 反而活得比不过一个鬼